民眾對治安很有感 所以台灣的治安亮紅燈 對各候選人的影響又是什麼呢 前兩天的國中生割警案 引發了全民激憤 那麼在今天又有最新的新聞 談到法務部呢 把31名的性侵犯 他們說叫做縱狼歸山 其實我們講的更嚴謹一點 不是縱狼歸山 是把他們從監獄移到醫院 但對民眾而言 放在監獄 放在醫院關得住嗎 所以治安亮紅燈 對執政黨的選情恐怕相當不利 因為我今天就講說 那個法務部現在修很多法令 可是為了人權的問題 那可是這個為什麼這個 從十二月二十五號到十二月二十七號 這兩天的話 總共有三十一名性侵犯 原本是應該要接受什麼強制治療的 那以前我們規定說 以前強制治療 是應該在監獄內治療 對 現在是怎樣 因為我就跟你講 一直在強調這個人權問題 所以他們就把他移到醫院裡面 做醫療治療 那可是這個過程之中 又有很多曲折你知道嗎 當初他們法務部 要找這些醫療院所的時候 你知道問很多朋友 有的醫院說願意 好 我可以接受這些來我們醫院治療 因為不一定關得住啊 對 他就來的時候 也會跑去 但是很多設施什麼東西都不夠對不對 那有的人不願意說 你來我們這裡 大家會怕 我的醫療院所為了治療你們這幾個 接納這裡 搞不好很多病患就不敢去 對 很多人就不敢去了嘛 所以為什麼會引起這些爭議 就是因為其中這三十億位性侵犯 就類似 他們都被冠上某某之狼 對不對 你知道 表示他們的 性侵的累犯 他們是累犯 而且再犯率很高 以前人家講說 以前早期是怎樣 先治療再去服刑 那後來我們2006年又修法 改成先服刑再治療 那問題治療要怎麼去評估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你評估到底他會不會再犯 你就把他放出去 關鍵是就在選前嘛 就在聖誕節 其實他是一批是在十二月二十五號 一批是在十二月二十七號 總之呢 在這兩天呢 縱狼歸山了三十一位累犯 而且是性侵累犯 他們走出臺中監獄之後 到了不管是臺中的醫院 還是高雄的醫院去做治療 都讓老百姓真的很挫 因為以前疾病有電子腳療 都跑掉很多個啊 以前就有名的華鋼之郎啊 對不對 華鋼之郎那時候最有名的 整個幾乎北投陽明山山 給問大學多少人去用性侵而已 那個時候犯罪多少 他後來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時候 他後來不是考上大學 我們有一個刑刑刑刑法裡面 有規定說 你今天考上大學就可以提前假釋 因為為什麼你考上大學 我鼓勵你什麼改過向善 讓你回去大學讀書對不對 那後來你看他考上大學之後 法庫不敢不敢讓他去 不敢 不敢放他出去 也要撤銷到假釋 你如果去大學讀書的時候 因為你一個人去大學讀書的時候 你去大學讀書的時候 你去大學裡面同學都跑掉了 所以沒有人敢接納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治療評估 或者是後續追蹤的話 都有很多的一些未進完善的一些準備 而且現在很敏感 對 很敏感 而且你在選錢之後你放了31個人 如果這其中有一個人在辦 那你說這個問題是誰要來負擔 來承擔 當然是執政黨嘛對不對 那除了聖誕節縱廊歸山之外 我們還是回來要談國中割警案 國中生割警案 其實新北市也不能撇清責任 現在大家在爭議的東西是什麼 這爭議是說 那到底老師能不能在懷疑這個學生 有帶這個凶器的情況下收書包 就是管教權 我們現在整個在學校裡面的教學現場是 老師現在不太敢管學生 因為你一定不小心 如果說讓學生認為侵害到 他的人權 家長就要告你了 那包括像收書包 之前范雲嘛 民進黨立委范雲 曾經在今年初的時候 開記者會 痛罵其中一個高職 因為那個高職收學生書包 就被罵了 跟人本經紀會一起 那現在如果你要收書包的話 你必須要有兩個家長會代表 或學生在現場 但問題是說 我今天我是一個 家長會的代表 跟一個學生代表 在現場才能夠收書包 那問題是我今天看到 徐勳煌他比如說錢客蕾蕾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兇器 那見出來了 這個是不當舉例 有一個叫徐擦黃 然後我就要去收對不對 不行 要告禮毀謗 我不行為什麼 因為我找不到家長代表 家長代表 家長會平常都要上班 我就是眼睜睜看他就進去 我沒有辦法去管他 所以現在法律是保護加害人 不是保護被害人 學校的管教權被沒收 跟范雲息息相關 我覺得這東西可以來討論 就是說對於學生的人權 或者我們對於整個的 校園的安全 到底要怎麼樣達到 一個比例原則 就是說我們 但我覺得現在因為 因為在保護人權的 在保護人權的原則之下 反而縱放了 或者縱容了加害者 對 所以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其實這東西 可以來討論的 而且我認為這個也可以經過大家 不同的立場 共同來 共同來就是說 找出一個SOP 因為其實我必須要講 現在的確很多學校的老師 特別是國中老師 他能不管就不管 甚至很多是 因為很麻煩 還要找兩個人 對 我去哪裡找家長會長 對 而且就是說很多 其實這些事情同學都知道 包含這次的這個國中 這個不幸的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學生是從教 等於說從感化院 從少福所剛剛離開 然後來到這個學校 也經歷過其他學校 可以說是他過去的行徑 就已經是 相當有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學生 應該是一個高度危險的 那因此我們是不是針對這種 高度危險的學生 我們應該有不同的做法 特別是應該要 例如說應該要給他做 因為你如果不去做介入的話 他可能影響的是其他同學 而且造成其他學生 他們上學的時候 心中相當的恐慌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應該要通盤來做檢查 但是我看到昨天侯友宜 他講了一大堆 什麼要參考日本的例子 德國的例子 要立法 立法是曠日廢時 我們要看到是你現在 針對新北市 可能有造成危害的學生 我們要怎麼樣來做一個管理 或SOP 我沒有看到 特別是他的教育局局長 張明文我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到他針對這個事情 提出一個具體的做法 張明文是朱立倫在當桃園縣長的時候 被當作把他提拔作為教育處的處長 跟局長 後來侯友宜 2018年當上新北市長 又把他從桃園 又把他弄來當新北市的教育局長 可是我不想 我沒看到他在這件事情上 有什麼樣的積極作為 所以我覺得侯友宜今天怎麼講 恢復死刑 他說他再曾恢復死刑 這件事情跟死刑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就把這說 因為民進黨沒有去執行死刑 所以造成今天這個國中的殺警 這個學生的命案 這兩件事情把他連結在一起 我倒覺得不必把死刑扯進來 但是現在民眾認為范雲是眾矢之地 要不是范雲 做這樣的提議和要求 現在就不會讓學校 根本沒有這個管教權 我覺得先還原一下事實 那個時候范雲那個事情 是因為說那個在屏東那邊 畢業旅行之前 那個有教官要所有學生 把全部把這個事情弄出來 讓學生覺得自己被羞辱了 他就繼續覺得這是違法搜查 而且這事情不是完全沒有案例 今年臺中豐原南高中生 因為就是被這個老師市長教官 去搜查他這個書包之後 他不堪收入 所以就輕生了 也就是說你給老師這個權利 他如果濫用的話 一樣是有風險跟問題 你不要把這件事情 所以怎麼拿捏這個平衡點 對 那如果說 你覺得把學生當犯人 治安就好了 那所以說每個學生進校園之前 全部收生 那你收生要到什麼程度 內衣庫要收嗎 你全身要比到監獄的這個標準 去收嗎 放學的時候是要再收一次嗎 而且如果我要傷害同學的話 我這個在放學之後 外面的圍牆 我一樣可以去傷害他 用拳頭打也可以傷害他 二月這個時候 新北國中生就有霸凌的畫面流出 炸雞蛋逼下跪道歉 現在發現是說二月的時候的 這對甘兄妹就在裡面 就是這個事 就有霸凌前科 對 就有霸凌前科 然後在輔導轉學 到現在這個學校 在發生彈簧刀的 這樣的一個命案 那我就問 為什麼新北市教育局 沒有在輔導轉學之後 密切盯著他們 讓他們不要再犯 讓他們就分出不同的學校 再者這個事情在二十五號發生在中午的時候 發生當下教育局的說法是說 美工刀造成的意外傷害 警方調查都還沒出來 他先定調 這個是小事情 美工刀造成意外傷害 但是他明明是彈簧刀 對 所以說副局長 新北市副局長挑出來 就好像想到說 過去新北從NN案消防員造假 到未要案的事情 告了一堆人 然後再到這次案件 新北市的態度都是想要大肆化小 去推卸自己的責任 所以民眾也質疑 這是不是NN案的翻版 新北市不是要大肆化小 是不是在整個事情上 要撇清他的責任 之前沒有防防偽燃 之後竟然還大肆化小 明明是彈簧刀 也發美工刀的新聞 當然對於這種校園暴力 或是校園霸凌 市政府或是教育局 可以做更好的話 當然可以 剛剛我們也會要求他 所以新北市府 沒有防防偽燃 當然他如果更盯緊 或是要更去要求 我覺得我一直支持 我支持說 他們也可以檢討 可以改進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就被他拿著說 因為在新北市發生了 所以是說有一個問題 也大可不比 為什麼 其實第一時間人民是憤怒給誰 是憤怒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在當天 他還在po那個賴清德的 證件會的文章 網友全部涌到他的臉書說 你說的社會安全網 蔡英文你自己在二零一六年 小燈泡被割喉的時候 你怎麼講 你講得很感人 阿姨不會讓你白白犧牲 阿姨會建立社會安全網 結果七年多過去了 社會安全網在哪裡 還是依然破洞 結果翻那事情的時候 大家推給侯友宜 蔡英文都沒有事情 請問這是什麼學校 新北市立 謀佛國民周選 今天因為我們是總統 侯友宜不當新北市長的話 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 別的縣市也會發生 所以社會安全網 正是全國性的問題 然後再來很多是 跟中央法規有關 比如說收書報權限 這是立委在推的 那確實是放寬的 變嚴了 當然不用 剛剛講 網通講那個極端的 就是說每個都收 但我覺得人權也是非常重要 可是當你看到那個人 可能就是有問題 你就是懷疑他的時候 就像朗中剛剛講 這個加害人 他在其他學校 已經發生狀況 轉到一個學校 每天就是凶神惡煞一樣 老師想要管教他 不好意思他人權很重要 你覺得他說法有問題 不好意思請你找兩個家長 為代表過來 這個剝奪的老師 去收他的權利 所以我覺得這都中 這是中央問題 所以侯友宜我覺得也是蠻負責的 你昨天在證券會的時候 提了兩個作法 第一個他就是說 他要修改少年事件保護法 第二個如果黑幫進入校園的話 加重其行 就是從源頭管理 從中央的角度去切入 那我覺得與其 就是大家好好的把問題解決 比這種推來推去 你發現那你新北的 侯友宜沒有市長 來的有意義的多 我來問一下學偉 學偉是社會卡 跑這麼久 我來問一下 治安亮紅燈 會不會衝擊到選情 特別在選前 出了這麼大的一個社會事件 當然是會嘛 但問題是衝擊到誰 大家 現在很簡單 過去我記得印象深刻 是翁其南命案 對不對 翁其南 那就是衝擊到胡志強的命案 雖然胡志強沒有 因為這樣沒選上 但是民調差10% 對 那很明顯的 馬上就可以落下來 字幕《醒目》